电视剧《甄嬛传》的爆红让宫廷剧成为了这几年迎评上的热门 再过几个月她的姐妹片《如意传》就要开拍了 除了早早就敲定了女主角周迅 在5月27号的晚上《如意传》的官方消息也发布 男一号也已经尘埃落定 她是风流倜傥宝亲王 也是运筹帷幄前龙帝 更是乌拉纳拉如意一心所系的帝王夫君 爱心觉罗红利 她是霍建华 5月27日晚 电视剧《如意传》宣布霍建华确定加盟 出演乾隆一角 消息一出可是让不少观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要知道出那多年 霍建华演的最多的就是古装 无论是长流上仙 还是定王 朕一直相信 可是有些时候 你确实太过分了点 皇上 老奴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霍建华的扮相和演技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只不过好记性的观众 从来没有忘记过 18年前 霍建华的现女友林心如 正是靠着出演乾隆的女儿 一炮走红的 可是皇阿玛 你不能让令妃娘娘 背这么大的责任呢 这太不公平了